今日,银网友爆料于谢霆锋和王菲现身机场,两个人这一次想必又是外出旅游吧,只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两个人的目的地到底是去了哪里呢? 天天快报果然在9月6日,王菲就在自己的想号上面,删除了两张谢霆锋的照片,并且调皮的写道,猜不出我在哪里吧,显然王菲是十分的开心了,也则是是给网友们来了一波糖吗? 照片中谢霆锋则是化身老嘎部的节奏,穿着白色的运动卫衣,戴着棒球帽,在一个复古风格的小格子铺里面认真的在写着什么,样子十分的认真专注,都说男人在认真的时候最帅,想必这个时候,王菲眼中的谢霆锋就是最帅的吧? 二人这一次合体旅游,想必也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享受二人世界吧,毕竟双方如今忙的都不可开交呢,谢霆锋在王菲面前瞬间化身老干部,王菲在谢霆锋面前喜欢撒娇搞怪,这不就是爱的体现吗? 天轻快报谢霆锋在中国好生意,上面,也是按捉捉的撒狗粮,因为学员多次唱王菲的歌曲,谢霆锋都有着极高的标准和独特的见解,让网友们也是深深的感受到谢霆锋爱王菲是爱到骨髓啊,天轻快报这两个人,都是各自参加综艺节目,马不停蹄的捞金,想必谢霆锋王菲这一次出游,就是为了提前庆国庆和中秋吧, 毕竟接下来的中秋,想必王菲还是,要陪伴李燕和李亚鹏妇女的呢,而谢霆锋是否会陪伴张伯之母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呢,天轻快报封飞和铁旅游,谢霆锋化身老干部,王菲搞怪不忘秀恩爱,给这样的封飞脸,赢一个大大的赞啊,气宇,真爱,不分年龄不分性别,希望每一份真爱都能给被尊重。